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分享的車款 是SUBARU的經典車款 一代的 IMPRESA 那這一個世代的 IMPRESA 台灣也有國產化 這個大概有20年左右的車齡 那這個世代後來國產化之後 造成當時在K6 K8之後 一股台灣很盛行的改裝風格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底盤結構 它的底盤結構呢 算是前後都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原廠的懸吊系統 它本來就已經是改裝的 那因為乘坐感覺也好 或者是整體的使用壽命也好 都差不多快壞掉了 所以今天呢 在看過我們的YouTube直播之後 選擇來裝我們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最主要車主有一個訴求就是 畢竟這台車的底盤系統跟動力系統都已經不錯 像是EJ20的引擎 如果沒記錯的話EJ20 EJ20的話它是有大概200匹左右的動力 還是水平對外的引擎 而且是四輪驅動的 所以它的底盤動力 各種種的表現都已經相當相當的不錯 而且改裝的潛力也相當的豐富 台灣改裝這台車的店家呢 也非常非常多 都是非常知名的店家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呢 我們配置的是氣功金的彈簧 那前面的上座 它算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引擎是打開 就能看得到BG的上座 這個是類似一個原廠型的強化上座 那在上座 對了上座KT的話都有附喔 這台車不論前面或者是後面 不論你原來是不是改裝的 或者是原廠的都沒有關係 因為車停久了 有可能上座已經快壞掉了 像剛剛拆下來的上座 已經軸繩已經跟橡皮都已經快脫離了 所以這個上座呢 改KT的就不用煩惱 這個都有附全新的上座 然後這個上座的中間 有一個KT Logo 從這個地方呢 往下就可以做旋轉 這個有一個一個的手感 往順時針呢 往H的方向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它一共有30段的阻鈴可以做調整 30段的阻鈴 然後用料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像阻鈴友的話呢 我們所使用的阻鈴友 是義大利IP的阻鈴友 油封的話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也許有可能 螢幕前的車主不曉得什麼是NOK 那如果對改裝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像是日本的避震器的改裝大廠 Tim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封就是一樣是使用日本的Tim 所以它的油封也好 或者是主靈友也好 都是很很棒的一個品牌 所以那樣度 在KT的那樣度來說的話就相當的不錯 那這個前面的話 EC20的引擎我們所配置的彈簧 是200長7公斤 今天的車高也沒有降到特別低了 大概是兩指幅上下 兩指幅上下 那車主本來就已經有改裝了 這個算是原廠型的 沒有這個是原廠的煞車 那個GC8的 GC8本來前面就是一個 四貨塞的卡鉗 多貨塞卡鉗 基本上這台只有改裝 本來只有改裝鋁圈 基本改鋁圈 還有排氣管 這個排氣管就是水平對我特別特別的聲浪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前面的話也有改裝不少東西 比如說這個最經典的 這個是HKS吧 HKS的卸壓法 然後這個是SAMCO的矽膠水管 這個也都是HKS的相關的一些改裝的液品 還有STI的 這個算是散熱板 導流板 這個都是很經典的GC8的改裝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避震器 算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可是他的注意看到 他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但是他的Caster 那個角度呢 比一般的還要來的比較特別 所以他的路感的回饋就會比較直接 那我們先來看後上座的部分好了 後上座的話 他的後上座是在後椅背的後方 一般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他都是在這個地方 鏡頭可能要帶過來 他需要把屁股坐的地方拆下來 然後椅背往前移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這個地方 在這裡上座 所以這台車要調整阻泥的話 需要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需要把這些東西拆開 從這個地方才能調整到阻泥 那一樣是30段的阻泥可以做調整 是在這個算後座的安全帶吧 後座安全帶的旁邊 就有一個避震器的算是上座 這個上座KT的話也有附喔 我們看一下他的前面的避震器好了 看得到嗎 攝影師還要自己補光耶 厲害厲害 那這台車其實還有改裝了 這個應該也是加出的後下防晴桿 可以看得到這個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後面的話我們配置的彈簧呢 是220x5公斤 220x5公斤 今天這樣的車高並沒有很低 大概也是大概兩指幅左右而已吧 這台車我記得好像沒有攝影過 也沒有開過直播 今天剛好有機會就跟大家介紹 那後面的話他有一些 譬如說油管的固定架 但這台車像前面的話油管固定架 他已經有改了多塞的卡鉗 也有改了金屬油管 所以他的固定架已經不見了 所以我們非不得已才會用束線帶 那像這個的話 他有一些固定扣具 這個固定扣具都還在 我們就會跟原廠的固定方式是做一樣的 這樣的話會比較安全也比較耐用 這個角度的話 可以看得到這個傾斜的角度嗎 他的角度呢 跟一般的車款比較不一樣 還有一點忘了露了介紹 我們再把鏡頭移到前面好了 像這台車SUBARU的車系 他的前面的螺絲呢 其實都是做偏心螺絲 所以這個原廠的螺絲呢 其實呢 可以做微幅Camper的調整 所以這台車應該算SUBARU的車系 SUBARU的車系呢 在拆裝前面螺絲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不要拆螺絲 要拆螺帽 因為螺絲它是有做偏心的 所以一旦拆螺絲之後 它可能它的螺絲呢 有可能會有 比較嚴重的話 是有可能會斷掉 那有可能它本來 偏心調整的功能 就會壞掉了 所以會建議呢 這一台車SUBARU的車系 它大部分呢 它的仰角上面這一顆螺絲 都是做偏心螺絲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 要拆螺帽 不能拆螺絲 這個是這台車 我們拆裝很多 所以也有一些經驗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OK 以上是今天SUBARU一代 IMPRESA的安裝的介紹 所以如果車友們呢 有相關的車系 有需要試乘的話 請不要客氣 請到Facebook裡面 搜尋KT Racing的粉絲團呢 可以私訊我們的小編 也歡迎大家來做試乘 試乘之後有滿意 再考慮安裝就好了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 掰掰